大家好,我是圣塔克拉拉县紧急行动中心的安权 圣塔克拉拉县卫生局建议所有符合条件 在圣塔克拉拉县居住或是工作的人士去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 只要年满18岁,6个月前接种过两第二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 或是两个月前接种过一剂强生疫苗的民众 现在几乎都可以接种 截至11月9日为止,全线仅有20万左右的民众接种了加强剂 初期疫苗所提供的保护力会随时间而减弱 虽然圣塔克拉拉县的确诊率目前持续保持平稳 但是在全国其他地区的确诊率正在逐渐的增加 感恩节将至民众开始计划出行和家人朋友团聚之际 如何保护自己、家庭、学校及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我们希望保护公众 避免新冠疫情再次的上升 并且呼吁民众在假期前接种加强剂 让感恩节假期能够更安全 许多诊所和药局也提供新冠疫苗加强剂的施打 我们有足够的加强剂 让民众来接种 可以上网sccfreevex.org预约 祝大家平安健康 感谢观看